2021年5月22日 杂交水到知府袁隆平在长沙刻然尝试 经文这一噩耗 来自中国各地的民众和元老的学生纷纷赶到长沙 在湖南杂交水的研究中心和长沙明阳山殡仪馆 手持鲜花排起长队送别元老最后一程 记者在通往殡仪馆的路上看到 原本宽敞的道路因为前来悼念的民众众多 不得不在距离殡仪馆还有约两公里的位置 进行了交通管制 只允许人流通过 在湖南杂交水到研究中心 前来悼念的民众已经用鲜花铺满了通往元老平办公室的台阶 将中间元老平书写的求是创新奋发进去 紧紧为助 我是昨天晚上赶到的 我从安徽路安 我是他的学生 以元老平学生自居的陈希平 与元老平认识了近20年 在安徽路安从事农牧行业的他回忆 在工作上元老平就像一个岩师一样指导自己 有时还忽然助手联系他询问工作情况进行指导 而在生活上 元老平又像一个慈父一般 每次到元老平家中探望 他总会对自己嘘寒问暖 印象最深的是元老平曾在百忙之中抽空去路安 参加自己儿子的婚礼 老师虽然走了 但是他的精神永远永远 鼓励着我们亲信 特别他的两个愿望 一个和下成梁梦 一个是要把杂交水稻覆盖全世界的梦 我相信我们后人一定能帮他实现 跟随元老平工作了30多年 一直负责海外推广杂交水稻的黄大辉说 发展杂交水稻造福世界人民 是元老平的一个伟大梦想 需要更多的农业工作者去践行 杂交水稻刚开始在海外推广时容易受阻 元老平就鼓励他们 越是困难越要迎难而上 黄大辉说 经过不懈努力 杂交水稻现已在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 进行研究和推广 在国外的种植面积已达800万公顷 如今元老虽然离开了 但他开创的杂交水稻事业和科研精神还在 元老把目前国内国际的大奖 全部设立一个原动文基金 他就是要保持咱们的杂交水稻 在世界领先地位 所以这种他的精神 他的格局胸怀 就是永远击中我们在后辈的人